好 你們現在找到我們盒子裡面這個LED點矩症還有這個光跟母的線 那這個線呢 其實每一條條的顏色沒有差 每一條都是獨立的 所以你現在十個齁 十個你比較不好用啦 所以你可以先把它拆成五個五個 這個可以撕開 你可以撕開一個五條五條 這樣瞭解嗎 你用什麼顏色沒有關係 但是撕開了它每一條都是獨立的啦 不會因為你從哪一邊撕也不一樣 這樣清不清楚 好 再來就是你看一下我們LED點矩症這個 有沒有發現這裡有兩個都有尖尖的 對 我們要的是在有晶片的這邊有沒有 這裡有寫字有看到嗎 我們需要的是接在這邊 那你把它放大一點 你可以跟我們簡報第六十八頁對一下 這個放大一點 有沒有跟上面一樣 有 有 都一樣對不對 所以第一個 VCC是什麼 電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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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邊你可以接在三點 接在五伏特就是VCC那裡 VCC是五伏特 VCC五伏特 再來接地 GND 也沒有問題了對不對 然後它有三個訊號線 有三個訊號線就是左邊這邊這三個 糟糕我剛剛應該是用到五條 所以 LED點矩症是我們這個套件裡面會用到最多的 如果剛剛我給那個只有四條的 等一下再拿來在前面拿一下 好 所以呢你在這邊你就把這個線 這樣子 對 如果你剛剛有少一個的 那你在用的時候我會建議各位 我們照這個排線的順序 你看我現在這樣有沒有照這個排線的順序 你接的時候就這樣子 你不用說一次全部都要接進去 因為有時候這樣接不進去 你可以一根一根或一根根兩根 還是一根根三根 這裡 有沒有這樣對好 那你用指甲稍微往前推一下 這樣子就進去了 指甲再往前推一下 但是不要太暴力啊 以前我上那個國小班啊 兒童班啊 有人就把這個腳就折斷了 就麻煩 這個比一個便當貴一點點 110 好那你也可以一根一根用 就是不用擠啦 先照那個排線的順序 為什麼我會特別調照排線的順序 就是因為你這樣待會兒要檢查 比較好檢查 你的顏色不用跟我一樣 顏色跟我不一樣沒有關係 那我這邊不夠我就再找一條 再把它接進來 好我現在都接好了喔有沒有 你盡可能就是盡量把它往前頂啦 稍微頂一下 盡量能夠推到底 但是有的它真的太緊了 你就沒關係 只要能夠比較插進去就好了 好插進去 那記得還是要 你的要接到Smart的時候都要斷電喔 都要斷電喔 都要斷電喔 好請問你的 開那個 這上面的接好了嗎 好如果接好了 我們等一下就要把它接到開發板上面喔 好 那現在呢 我第一條VCC是電源 是不是這個紫色的 所以我就找紫色的 從這邊 紫色的先找到它 我接到我的電源 有沒有一個VCC 有 把它接進去 一條一條對 仔細對 你就不要 著急啦 那我第二條是接地 我是不是灰色的 所以我找到這邊的灰色 所以為什麼我要特別強調就是 你先照順序喔 這樣你再接會比較不容易接錯 好我拉過來之後 這裡有GND 我把灰色的把它接進去 好現在我電源跟接地都好了 就剩下後面的三條訊號線 白色的我們接到16 這個地方不一定要 訊號線就不一定要跟我一樣 只是說我們先照簡報上面的 好 16 14 或者接別的都可以 我就白色的這一條 我接到16 白色這一條我接到16 好 再來我後面還有一條是黑色的 我接到14 14 14 那另外呢最後一條藍色的 我就接到05了喔 你看我們這邊有沒有接到05 簡報上面齁接到05 所以我就把它接到05 我把它翻到另外一邊 把它接到05 在這裡 好這樣我就接好了 好那你可以再確認一下 檢查一下 Slim 還有這個線有沒有接好 好盡量不要有那個就差一半的 或是在這邊 這樣就是沒有很牢靠齁齁齁 你就把它稍微壓到底 壓到底 好 taxes 每一條都是一樣的 只是基本上來講 如果各位有學那個一般那個電的話 一般比較鮮豔顏色都是正極 然後比較像黑色啦白色啦 這種比較沒有顏色的 我們會接在所謂的接地的部分 請問這樣接好了嗎 接好了老師檢查一下可以嗎 檢查完再插電 如果呢你等一下檢查完 擦電之後啊 可能會有兩種情形 一種是64顆全部都亮 一種跟我一樣就是什麼事情也沒發生 這樣了解嗎 有的會這樣 但是那個沒有關係 所以我先像這樣子 那就麻煩各位我檢查一下 你OK了再擦電好不好